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80亿台币 而且是无担保的贷款 你没听错 是无担保的贷款 而且最近一次是8月份 中国索利协业跟台湾8家银行贷款了15亿台币 一个月以后就不绞席 落跑了 这些钱当中的合作金库这家关股银行就占了三眼 我想我们都知道小老百姓跟银行借钱是求爷爷告奶奶 要保人 要对保 担保品 要打对折 那这一样都少不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不一定借得到钱 但是呢 凭着中国的财务报表 就可以借给对岸的企业980亿 财政部长竟然一问三不知 让人生气 台湾的金融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是专业部族的问题吗 是管控出了问题吗 还是背后有不为人知的利益集团在操控呢 我们在今天就要带您这个明白 另外有一家中国来台湾发行TDR的公司叫金卫 台湾的银行有没有参与 有没有连带案 有 连带多少 连带的金额 我可能要查一下 请问有没有担保品 没有 这是没有担保的 对 那这样子金卫的状况 跟索利的差别是在金卫现在还没有倒闭 他现在缴席正常 现在缴席正常 但是他没有担保品 那他的财贷报表 你能够强强细细我们台湾的银行有办法查证吗 我看的资料是他们有子公司的连带保证 子公司连带保证 母公司如果要倒的话 子公司连带保证有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银行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金融吗 一个一般的国民 要去银行借一条小钱 可能金额只有几百万千万 难如登天啊 担保品要给我弄足够 不打紧还要连带保证 还要找连带保证好几个 好不容易 还有资产已经够了 已经勾够了 有不动产资产作为物上保证哦 还要求要人的保证做连带保证的一大堆 结果我们的银行放贷给这些中国的企业 动不动几十亿 没有资产 没有物上保证 就没有这个担保品 那他如果又出事的时候是要找谁负责呢 杰明 台湾的中小企业没有担保品 跟银行借得到钱吗 有没有例外 基本上你如果是没有担保品的话 那他是你很难去借很大的钱 那如果你要借很大的钱的话 那利息也不会就是基本上没有很大钱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收入取得一定的比例 所以还是借得到 但是不可能到这个30亿台币 以他就是只是一个 大概在台湾只有7.6亿规模的一个这个范围 那我们要不要借钱怎么样子 我们这样讲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借钱即便是我借到你第二胎 第三胎第四胎 你有土地 我就用土地借 那如果你有设备 那我们用租赁方式借 反正你一定要看到有价的商品 我根据有价商品予以利息 那就是单毛病啊 对 那如果你今天你这家公司的品质没有那么好的话 那通常我们借的时间会非常短 可能两年之内就要 就要你这本金跟利息要谈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针对你的所谓的应收账款来做放贷 比如说我大部分我们是怎么做呢 就是你有应收 我知道你为了这笔应收 所以你做这个贷款 那一开始我们会设定额度 那么额度我们会考量说 到底你在这个地区的生意往来是多少啊 你业额是多少 我们就你一定的比例来做这个额度的使用 那额度使用之后 我们签完之后 在额度之后 我们就已经把你的设定设定完毕了 那其中呢其实这个案子里面最特别的地方事情是 干缘没有在保证人范围 对 这个其实如果今天我想很多的银行业 一看到这个消息 他们看到这个讯息 他们只是嘴巴不说 因为在金融业你知道你讲了 这基本上对你的职务也没有很大帮助 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金融业的人讲两句话 马上接到关切电话吗 我在某个节目也说过 台湾曾经核实 金融业是不能讨论政治的 讨论政治人家直接 金融会直接派人到你券商直接查账 你看现在有几个金融业的 有执照的敢出来讲话 所以金银 你现在你的提款卡还提得到钱吗 我提款卡当然提到钱 那是我自己的钱 好那我说简单 里面其实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希望看到它是额度 它额度有到30亿吗 因为也就是说 它之前设定的额度 就是你现在借的额度 除非你要再申请 第二件事情 担保人竟然没有董事长 对 这是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 因为基本上你今天 除了公司的这个 你有抵押品之外 你同时董事长 一定是连带保证人 第三个非常诡异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法律上面规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立法委 也没有问我们财政部长 公司可以成为担保人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 各况这公司又是子公司 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这些子公司还不知道获利若 我们这边揭露的嘛 他的两家银行根本就不赚钱嘛 对 他的五家公司里面有三家公司 是跟银行业有关的嘛 对 这是你去问大陆人 只要大陆有做金位股票 人都知道他那两家公司 那两家公司 那两家银行是不行的 您自己上网查查吧 这个我们伟大的财政部长 麻烦您立刻跟中国人一样 就Google一下 不是 他们叫百度 你百度下金位 你一定会跳出来 他们公司真的不怎么会赚钱 特别是他的银行体系 这不是我胡扯的 您百度看看 所以里面这些完全不调诡的事情的时候 你问一个在财政部 已经工作接近40年的张胜和 他竟然可以打得如此自若 他给我们所有银行业一个规范 只要你有能力 连财政部长在讲话的时候 都可以弃定神弦 所以我们就说要喊话 财政部长张胜和应该 百度一下查一查吧 可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讲 我们还有一个财政专家 不同的人可以借到不同的额度 更何况在今天我们看到财政部也讲了 人家正常缴席 是不是 是符合规范的 我想第一件事情我要请教你 以台湾的中小企业来讲 不管你拿什么单薄品 你是应收账款 account receivable 你通通加起来不可能超过 人家就不是中小企业 那村民有137万家中小企业 如果属于这137万家 而不是得到磐石奖那一类的 中型企业的话 大概它最多可以达到的是500万 免担保的信用贷款 完全不用担保 免担保的 就是说不需要担保品的 但是身份证是一定要的 偶尔还需要联保人 但是某些比较知优的行业 譬如说两位主持人 大概只要带身份证去就可以了 50块钱 那如果是汪洁明 应该也是带身份证去就可以了 我连信用卡都申请不到了 别再说了 因为我手上 我自己 我自己就有27家银行的信用卡 如果我们骂了财政部长跟航库以后 我们的信用额度就降到1000块钱 也信用额度最低了 34家发卡银行最低是1万元 那大概一般教授的信用额度 他会给到20万就是信用卡 那发卡银行大概会在第15家左右的时候 看你的信用情况就会停下来 那我举一张卡为例 昨天在节目尾端上 我说黑卡 黑卡是邀请的 它的额度大概将近1亿 而且是完全无担保 它是按人来走的 换句话说 大概他们获得了33张的黑卡 可以这样讲 还真黑 对 那也就是说 它的credit 在因为 我们其实不需要隐瞒 在1994年的时候 国际的杂志就已经登 连战是亚洲的50大富豪之一 那这50大富豪的话 表示它的财力 是一定有一个credit 那当时我记得有个数字 这个这是杂志吗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问题是 金卫的连带案上面 也没有连战 也没有连胜文的签名啊 如果说有他们的签名 我们还相信说 他可能不会倒嘛 玉珍你没有学过气功吗 打牛一定要用手吗 他不会亲自出面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喊得越大声 委员执行得越大声 这笔账成为呆账的几率 就会降低很多 现在绝对不会是呆账了 对 百分之百不会啦 这个恭喜981亿 不会发生啦 这点不一定 对 这点不一定 因为这次和库的董事长 在立法院备选的时候 他自己承认说 和库本身就980亿 这件事情我觉得 让我们觉得毛骨悚然的是 一家和库980亿 请问你 但是不是全部连胜文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的是 和库一家带给中国的企业 980亿 好 那除了和库之外 来 我们来看 等一下郁政我要厘清一下 是和库一家980亿 还是财政部长说 台湾的行库加起来 和库一家 这个咨询的后段 是和库的董事长 在立法院被询 然后呢 他是被问到 索利的这个 索利协业这家公司 你知道索利协业 和库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对 那其实主办的是 野村证券 然后包括国泰市华彰化银行 有这么多家的银行 去办这个给 在德国挂牌的这家索利协业 六千万美元 好 八月份贷款 九月就跑了 九月就报了 就变成呆账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纯薪 丢下来当烂账的这个贷款 这个呆账里面有关股银行 当然有啊 这有大家的钱 那怎么办呢 没有责任吗 台庆盈是不是关股 张盈是不是关股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和库 是不是关股 这些都是关股啊 所以一个和库 九百八十亿 请问你 赵峰多少 请问你 你看像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是贷款 一亿五百万美金的 是中国旭光企业 这一家 我告诉大家 也倒了 也变成了 呆账了 也已经倒了 不缴钱了 所以呢 我说金卫 我们喊得越大声 他倒掉的可能性是越低 因为他不敢 好 可是呢 所以我们这样也算做好事了 对不对 默默倒掉的有多少 保有在一圈 这一家中国旭光 你看一样的 国泰四华 很小心吧 照常 我可没有那么有把握说 金卫 他的未来是不是会倒 这可没有把握 选钱不会啦 因为他2014年一次的公布 他过去一年的收入 就可以把过去三年全部打掉 那他成长幅度最快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他成长幅度最快 是在2011年以前 2011年之后 他的成长幅度是下滑的 对 他的所有的产业 全都是所谓的特许行业 对 那特许行业 他又做了一些转投资 事实上 他转投资公司还真的不少 对 那么上次挂平牌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把其中一家转投资公司卖掉 那卖掉的原因 当然我是不了解 通常你会卖公司 要不然这个公司不赚钱 要不然这个公司很赚钱 你必须要挹注你口袋的缺口 但同时间他跟台湾借钱 所以理论上面 其实是要被高度关注的 特别是今年 就是在所谓的2014年 中国要决定 2015年要执行第13五个计划 而这第13五计划 目前并没有把医疗 跟所谓的新生物纳进来 目前没有 也就是说 现在你所谈到的内容 都是他中国在2011年 执行所谓12五计划里的项目 新生物跟医疗 所以如果这个不成为 被高度重视的产业的时候 请留意他的风险 另外一件事 我请观众朋友再问一个问题 有做股票 请问一下 现在生计产业的股票 最平要多少 没有一张40块 你卖不到的 它只有8块钱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现在全世界 像美国 为什么拿斯达克可以接近到 之前的5410点 他原因也是 最后 也是因为生计产业 最后我拿这个 就是欧教授说 他说 这个银行要借钱容易 其实我马上 没有没有容易 上网去查 你还真的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一阵子遇到 就是这家公司 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保这家的 之前任的这个 就是应该是董事长 因为我忘记他职称什么了 因为我巧遇他 他是阿扁时期的 他说当时阿扁为了刺激中小企业 能够跟银行借得到钱 再说一遍 为了让中小企业 能够跟银行借到钱 所以用所谓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 很好玩的事情 他跟我讲 他刚刚去拜访中小企业的时候 他说我没欠钱了 因为他很怕说 让你知道我欠钱 我生意不用做了 后来才发现 原来中小企业保证 它是一个很良善的公司 他要辅助你用什么东西 请注意 是应运周转金 那结果是短的 就是一个短期的周期 或者是购置机器设备 这比较是两到三年 因为小弟我不才以前工作 经营还蛮多 曾经在租赁公司上班 所以我很清楚 中小企业绝对不是欧教授 说那么容易 随便跟银行借 我没有说那么容易 我说他最多五百万 而且我刚才有话语言 我一句容易都没有说 我一句容易都没有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说最多五百万 我们现在要追究的 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说 财政部长 你已经承认就说 台湾在贷给这些中国企业的时候 你的受信的这个标准 你的把关是非常非常松敞的 好一真我们等一下 这个就讲到说 中国他拿一个财报 就可以来贷款 那我们来看看吴炳锐委员 他是怎么质询财政部长 台湾的银行有办法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财快报表方面的查证吗 我们会计师大概没有办法查他们的报表 确定吧 没办法查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的银行如何贷款给中国的企业 我们的银行应该不是贷款中国企业 而是贷款台商啦 台商到中国 确定吗 贷款给台商 应该是 我想这个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都在这里 应该做台商的生意比较多了 有没有做中国的企业 这个可能 这个是属于他们的业务啦 可能要问 自由时报报导 中国所立协业欠债 台湾六家银行踩地雷 这里面有没有公股的 有没有公股的行库 我不清楚这一点 这是一家在德国上市 纯粹中国的企业 自协业 跟我们连带了 六千万美金 就是18亿台币 连带了 得到钱的下个月就不缴款了 就不缴利息了 天啊 这个话题 其实在震惊现实批 大概已经不知道 讨论了几百次了吧 每一次说都没用嘛 财政部怎么 怎么不会去查一下 至少Google一下 百度一下 至少了解一下状况吧 怎么会一问三不知呢 对啊 而且他说是 好像都带给台商嘛 其实不是啊 被倒的这都是录资 都不是台商 很多都不是台商 我觉得今天 张盛合那个 那个被询的状况 你就知道说 我们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 就是这副德性 就是只知道做官 从证所税 然后一路下来 这些所有的税制改革 乱七八糟 但是呢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所以在他后面 是何库董事长 出来被询 说 你告诉我 你们何库到底 带给中国的企业多少 好来我们来看这一段 请问合作金库在中国索利协业连贷多少钱 千万美金 一千万美金 就是三亿台币 请问索利协业是一个台商企业吗 不是 他是大陆的企业 他是一个中国的企业 部长你有听到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不对了 台湾的银行不是只有做台商啊 包括中国的企业也在做 请问 你这个贷款的对象 你们有了解到他的财块报表的详细状况吗 这是一个连带案 是连带案 但是你能不能参与 你应该有自主权吧 那如果我不能够说服你 你应该不会参加连带案吧 那你有没有看过他的财块报表 财报是编得蛮 编得蛮好的啦 编得蛮好的 为什么借到钱的下一个月就跳票了 显然是有点 显然是有诈欺嘛 所以我刚刚讲的财块报表不透明不实际 没有办法查验 历年来我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讲的这些危机 这一次合库踩到地雷了吧 可能你还觉得说反正一千万不够多 三亿台币承担得起 你们合库今年的营业额 盈利并不是很高啊 获利率并不是很高 人家富邦到前八个月已经四块多了 你们现在才一块 所以我现在就是问你 那你既然财块报表不透明 不清楚 光看财面上的台币报表就答应参加连带案 请问 中国索利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单薄品 没有单薄品 所以何故是在纯粹看财块报表的状况之下参加连带案 结果 最后事实证明 这个财块报表是不实的 董事长 请问你跟中国企业的连带案 除了索利之外 还有多少家 总金额是多少 因为这里面在 我们在大陆有分行 还有在香港也有做的 但是整个真正是 里面有台商也有外商 也有大陆的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统计一下 所以你连你借了多少钱 给中国的企业 你都不清楚 总共我们大概980几亿 我知道总量 但是你说真正要分 980几亿 以前不是在这个地方 信言淡淡跟财政委委委员讲说 我们能够放贷的金额 只有在中国设立分行 而分行是跟我们母航是独立的 有防火线 那个总金额是他的资本额度 以前放款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 我还是听了 现在是让人冷汗直流 这980亿难道不是人民的钱吗 索立卷跑的 那18亿难道不是我的钱吗 是不是有我的钱 你最愉快 我也最愉快 绝对有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 直选你为毛骨悚然是说 一个合库980亿 那你看 索立协业参与的 除了合库之外 我刚看了 还有台湾汽营 然后还有彰化银行 那这些官股行库 然后其他你说像 像这个已经倒掉了这个中国旭光 也是有一大堆 包括像台汽营这些官股的 我觉得我们人民何其无辜 你带给这些 这些莫名其妙的公司 这么大方 然后呢 最后的呆账 全民来买单 我们之前光那个金融重建基金 我们打掉几千亿耶 几千亿耶 那个都是全民买单的耶 那你何库你这么大方 你带给一个中国索立 就这样子说 好我是天津 我是大陆什么苏州的分行 败给他们的 我们并不知道 现在台湾的银行都在拼命的 要到中国去设分行 结果呢要去做这些业务 如果不是因为抢着要做中国的 这个据点的业务的话 会巴结中国的这些企业吗 所以金卫 你告诉我 你金卫是不是为了 你看金卫有兆丰 有什么盒库张银 有这么多官股银行 你告诉我嘛 你是不是为了巴结中国的这些太子党 然后是不是为了巴结连家 因为金卫就是有温云松 就是有你连胜文在里头 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 一个盒库980亿 台契银多少 张银多少 兆丰多少 加一加 你告诉我财政部长张胜 你告诉我 有没有超过5000亿 我们现在的人民币的这些 包括存款 还有人民币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什么商品 已经超过6000亿了 是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这是我们换成人民币的 可是呢 我们的银行 把我们的钱 搬了多少 给中国这些 不是给是借 借 好啦 借给他们 借了不还就得给 而且恐怕 不知道还不还得回来的 这些中国企业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华裔银行 华裔银行 后来谁接手 富邦 好 你知道吗 富邦接手华裔之后 赫然发现 他们报了一大包的呆账 好几 这个是蔡明忠 因为她现在很忙 她不敢去承认说 那一包呆账有多少 那一包呆账是 所有公银行库 看了之后都傻眼的 所以富邦的股东 你都不知道 报了华裔的那个 那个大烂账之后呢 是默默打消 都不敢讲出来的 嗯 这样子看 我觉得这事实上 做事不用负责任的 还挺多的 法官乱判 判生判死 判错也没责任 那这些行库的银行 乱带一通 钱去了回不来 也没责任 那监督这些银行的 这些财政官员 一问三不知 然后不监督 也没有责任 改行吧 怎么会这样呢 欧老师 这确实对大型企业的态度 跟对中小企业的态度 差距是非常大 台湾大概有两万九千家的大型企业 大陆大概有两百万家的大型企业 对 那银行是这样 银行非常现实 它的现实是说 他看到你没钱的时候 他越不想借你钱 对对对 大家看你有钱的时候 请注意哦 看到不代表真的有钱 对 他又非常想借你钱 对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接到电话 拜托你借钱 可是你不需要钱 还有鼓励你借钱 你的意思是说你很有钱 对我是说我不缺钱 但是他要拜托你借钱 可是你真要缺钱的时候 他又不想借给你 这是银行双重的问题 好 可是我们现在呢 整个国家的行户 确实有几十兆的钱 堆在那里 所以我们打房打不下 也跟我们有很多存款有关 烂头寸 他就很想把这个钱 设法借去赚一点利息 好 这时候就很容易受骗上大 大陆什么最多 知道骗子最多 好 那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张盛盒不知道 我看你跟他换一下位置 好不好 你说张盛盒 因为他可能做不了太久 我不想去 对 那我必须要说 他这样的一个态度 其实这四十年来经常发生 只是过去媒体没有那么发达 以及现在的监督机日 其实比过去要好了 因为现在我们去银行开户 他都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 对不起 不能开户 因为今晚会这个机制设定进来了 好 那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打到连胜文这一块 这需要稍微回应一下 好 这个我们回头 我们进个广告再进来谈 好 今天在这个网络上面 崩传了一个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王毅凯脸书上面的这张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是连胜文挂钩两岸关系图 这当中到底在讲什么呢 在讲的就是国民党台北市长 参选人连胜文的好朋友 他叫做郑志仁 那么郑志仁 他是现任的台北市政府 国际事务委员 他被中国房产公司 这个国华集团 聘为顾问 有行政部中立之嫌 好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因为郑志仁他呢 他说就是连家所安排的 所谓的第二号中资买办 什么叫做买办呢 买办就是拉拢 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中间人 并且从中来获利抽取有水 王毅凯的脸书里面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个国华集团 这边所看到的就是董事长 丁国年他是中共 连续三届的人大代表 这间公司 共产党的党营色彩相当浓厚 在他的官网新闻当中 还报道说2011年的6月13号 连日文 力临了这个国华集团 在养老跟地产开发方面 丁国年跟连胜文 初步达成了一个共识哦 那么同年的8月底 这个国华集团 就回到台北来参访的时候 见了连胜文 还见了他的弟弟连胜武 那么还见了他 就是政治人 没几天之后 政治人就变成了 国华集团的顾问了 所以呢 那在这个里面 王一凯最主要的是 要求连胜文 是不是能够在他参选的 这个时候 大家要来解释他 把他背后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人脉 全脉 精脉 都能够解释清楚 其实这可能是 在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 搭在台论的话题当中的 其中一环而已 对 这个我补充一下 政治人跟连胜文的关系 因为呢 他可能到现在 他会撇得很干净说 哎呀 这些人可能都是我的朋友 但是他们做什么 都跟我无关 对不起 政治人 当年连胜文在追侯佩成 在追主播的时候 那这位郑先生 就是在电视公司 就是帮忙 连胜文 追主播的重要的 秘书身边的人之一 那应该没有 那应该没追到 后来应该 对 但基本上 我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 基本上 他是连胜文的哥们 的这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身份 是跟李德韦 跟你现在的徐宏廷 跟他身边所有这些 我们讲 连胜文那一群 早期 包括追主播帮 然后呢 夜店帮的 这批人都是一起的好朋友 可是这批人到后来呢 在连赞担任 国民党的主席的时候 他们在负责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 在处理国民党党产 处理国民党党产 那时候也有一波 所谓的太子 两岸的太子党 那这些人都是 跟在连胜文身边 就是帮他处理事情的 分身也好 小裸裸也好 就很像 我们在讲这个 这个康师傅TDR的时候 他后来不是承认说 这个他自己本身只有几张 其他项富人投资 还有李德韦 都不算在他身上吗 那你讲政治人的角色 跟李德韦 徐宏廷 这些人 在连胜文身边的角色 事业伙伴的投资 是类似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说 你现在要进入台北市政府 然后呢 你跟中国的关系 我手边还有一个 很多人在问我 他说 你知不知道最近 台坡的林博石 台坡的林博石在政坛上 跟谁最好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连战 台坡的林博石 跟中国石油 就这个中国大陆的 中国石油公司 合开一家福建能源公司 准备呢 要把福建平坦 这些天然气 两岸就直接说 好吧 就由福建能源公司来做 这个能源公司呢 台坡占50% 50% 然后里面还有谁 还有韦伯涛 韦伯涛是谁 是原来这个 林玉玲 林玉玲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呢 他是连战跟林玉玲 共同的好朋友 那我相信他也是CEO 也就是说 我本身 我本身没有什么钱 可是呢 我代表的是背后的财团 我是台面上的人 可是台面下 有政治 有财团的 这个代表的身份 所以政治人 跟我讲的韦伯涛 这样子的一个 做能源做房地产 这些生意 谁做最大 随便打听都知道 连家 连家在这样的一个 两岸事业里头 是不二人选 所以 我觉得 这样子的对象 这样子的 连胜文 你出生这样的家族 你说OK 我可以脱离父子的关系 你们才会投我吗 你就脱离得掉吗 我刚讲这些 这些事业 你脱离得掉吗 他 这样子 我们 回想一下 连胜文曾经讲过 他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就把这所有的事业 都把它处理掉 他说我不可能一边 一边当台北市长 一边在处理我的事业 他是所有的事业 都要处理掉吗 他是这么说的 那 但怎么处理啊 透姐 处理得掉吗 其实他已经差不多 做了一些切割了 那 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呢 一个结论就是 从2005年 连赞先生 所谓破冰之旅之后 然后 就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的儿子就开始 这个设立一个基金 叫做Evenstar 在香港 跟这个大陆的 所谓的太子党之间 连结了一个绵密的 两岸三地的 金权关系 那这个金权关系 就以特许行业为主 就是金融业 跟生技业 生技业最近出事了 那就是他的姐姐 连惠星 因为跟金权有关 被还起诉了 600万 那这个部分 现在已经冰冻起来了 那连惠星当时 他跟大陆的 这个不管是武汉 或是深圳的这些企业 人家巴着这个 连赞的一个 跟大陆之间的 这种政商关系 想要做这个长照 想要做这个 医护的产业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过去 都有报道过 那现在开始冷冻下来 那这是连惠星 跟连惠星的伙伴们 还有连战的 这个重要的 他的部署 盟友们的一块关系 那由于金权事件 那爆发就停顿了 那当然他可能私下 还在那里 这个暗中 还在这个前进 匍匐当中 那另外一块呢 就是由他的 两个儿子嘛 连盛文 连盛武 来做金融 金融特许行业 其实最经典的 还是连盛文 他是永丰金的 董事 他最近才辞掉了 那这个永丰金的董事 让他成为台湾的 金融帮的帮主耶 那核库金 为什么在北京的核库 要贷款给 这个 伊温斯大 也就是连盛文的 香港这个基金 投资的中国 北京 中国这个香港 中国金卫 一大笔贷款呢 那当然就是 错综复杂的 这些关系嘛 你知道这个 很多主跑 这个大陆的新闻的 或是主跑两岸新闻的 记者 在很多年以前 就告诉我说 原来连盛文 他在两岸之间的 银行业的 那种绵密的蜘蛛网 他就是中间的 那个蜘蛛耶 他就是那只蜘蛛 闲密了这个蜘蛛网 那其中最大的一个利益 就是去年的时候 大概是 福贸协议 4月签订之前 3月 永丰金跟中国工商银行 所签的备忘录啊 这是最赤裸裸的事实 而且这个赤裸裸的事实的背后 我也不懂 马英九政府 为什么不去查 他们事前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要签福贸协议了 这个连加工商银行 福贸协议 当时签的是谁 应该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 海协会 海基会 跟对方的那个 陆委会 跟那个国台办 都知道吧 对 结果他在这个消息 要这个 确定之前 他就跟工商银行 签了一个备忘录 一年之内 工商银行要投资 就是联盛文跟联赛他们家里面 这个一世大股东的这个 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所以扣解你的意思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最大的内线交易 跟政商关系 我觉得他已经超越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 对联家来讲 根本就是小芝麻 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金权的一个王国 这个金权王国的帮主 就是由联赛跟联方宇交给联盛文嘛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技术性的东西 其实联赛文都可以推的一干二净 甚至于昨天有人爆说 他的这个Event Star的重要的合伙人 那个叫做杨定燕的 他竟然在今年的香港的挂牌 这个被停牌的这个香港金位 停牌的不到一小时之内 在台湾抛售这个台湾的金位TDR 而且这是联赛文没有否认 他只说我离开Event Star了 这是一个谎话哦 因为他目前财报上 还拥有123万的 这个香港的Event Star的这个投资 另外今天我看到段一康这个委员 他也在他脸书上po出来说 你在2月24号 你的国民党的初选的时候 你宣布说我要退出 我要退出我香港的这个投资的事业 跟香港的这个公司 可见的你没有退出啊 讲到这一段 我们待会回来看他怎么说的 而且我真的要强调香港这个 我目前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有任何事业在经营 那么我们的公司在香港的话 基本上是我们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 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 我就不可能再做生意了 我不可能一边管市政 一边再继续赚钱 是不是 我势必必须退出我所有 我过去一手辛苦经营 花了我十年工工夫所建立的事业 我没有办法 这是我的选择 你看他在这个2月24号 他宣布这个参与党内初选的时候 他说我当选台北市长之后 我要把我投资十年新写的 香港的Evenstar的这个要全部退出 而且他在财报这个9月1号登记 选这个台北市长说他财报上面 他还有这个管理公司至少 他还拥有2万块钱的这个海外投资嘛 虽然他这个申报其实还是有这个造假 或者说隐匿的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样 2月24号他仍然拥有香港的Evenstar 可是他昨天呢 这个记者去问他说 你的这个Evenstar的创办的合伙人杨定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在这个台湾跟这个香港之间 利用香港停牌 台湾还没有停牌的这个落差之间 可能有抛售这个获利 这个精卫TDR的状况 他竟然说我1月已经辞职了 其实对我来讲不稀奇 因为连盛文这个从我开始 去年底比较注意他的新闻 一直到现在 他经常的就是胡言断语 然后前言不对后语 谎话连连 20万的红酒 远见杂志登在白纸黑字上面 杨印钞说的 他都可以说成是4万块钱 或是2万块钱 那更别讲说 宋二明律师是他的同学 他说他不认识这个人 没有见过这个人 然后宋二明律师出庭了 这个花花公子 这个Mansion也去过了 他也这个完全不承认 所以他有很多的事情的 那种这个完全的否认 比方参加什么这个港澳干 协会担任什么荣誉理事长等等 他们家所牵涉到的 所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一概以否认说谎作为应对的方式 应该是选择性的失忆 这个是他一贯的一个应对的方法 为什么呢 他要从政 他不选择性失忆 他怎么办 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的 隐匿了他所有的资料 你看那个财政部长张胜和 刚才这个我们播出了一段 那个吴品瑞问他说 这个核库带给这个 或者说我们的台湾的银行 带给大陆的 是不是以这个中国的事业为主 他说不是 是以台商为主 张胜和是骗人啊 前几天警官会上上个礼拜 还开过记者会 说那个这个中国金位 得到我们9家的公民营的银行的 连贷30亿的无担保贷款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现在执政当局在这个国民党手上 在连战的过去的绵密的部署的手上 这个绵密的部署 包括现在的财政部 包括现在的金管会 包括现在的法务部 包括现在的地检署 所以他们的资讯 可以这个把自己包围的绵绵密密的 然后再配上一个谎言 你能够怎么查骂 我们刚刚讲一个很简单的金位好了 金位公司跟连盛文 连友友 加上这个Event Star 这就是一个三合一合体的一个大怪兽 光这是一个小小的大怪兽 2010年的时候 香港金位到台湾来挂牌TDR 我们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 股下从11块2涨到18块6 然后呢 他的股东来抛售这个股票 对不对 持有率降低 然后死的股价大跌 跌了半天之后 那是第一波 金位 Event Star跟这个连盛文跟连友友 因为他们有一个连环的关系嘛 因为香港金位拥有Event Star的股票 那Event Star下面两个创办 有三个合伙人 其中两个 一个叫连盛文 一个叫杨定叶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三合一的合体的关系 2010年在台湾这个发行 金位TDR 然后连盛文站台还不承认 还认为自己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连盛文枪击案两个月之内 他就去站台 他说我这个被枪击之后 拜年向土拨署不敢出门 这些都是有这个影片跟新闻为证的 他的前言部队后语的黑白说辞也好 2010年这个金位 金位TDREvent Star 做了一票捞了一笔之后 今年又开始了 今年2月24号 连盛文要宣布参选之前 台湾的金位TDR 是不是开始从冰箱里的5块钱开始动 对 从动动动动到多少钱 动到7块8块11块 对不对 动到11块1 之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又冒出来了 他的Event Star的 连友友的这位合伙人杨定业 竟然在香港停牌的 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在台湾抛售这个TDR 然后连盛文说 我1月已经离开Event Star了 你再没有良心的人 把这些资讯把它比对起来 我要请教金管会 这个不能查吗 不应该查吗 不必查吗 除了他是因为他是连盛文 还没有其他理由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能查 对 金管会主委曾铭忠 希望你有看真经现实P 如果没有看的话 可以上网看重播 来那个黄律师 这中间没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法律问题相当的清楚 也就是说他在内线交易的部分 因为他在今年的3月24号停牌 那停牌的这48分钟之间 他出脱了158张 就是昨天台联提报这个内容 如果你在整个市场交易的过程里面 大家资讯平等 没话讲 但是你一定有其他的资讯 知道那边停牌了 在这48分钟里面 你把158张全部出脱 这样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内线交易 就是证券交易法的这个规定 就是说违反了内线交易的 这个犯罪的行为 刑度是多少 刑度 看他的那个价值 也就是说如果他价值是在1亿元以上 他的刑度会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他在1亿元以下 他就是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徒刑的一个规定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必须要 再要呼应寇姐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个案子 其实你要查金卫TDR这个案子 在7个月前 寇姐就已经告进去台北地检署了 到现在为止一个动作都没有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做比较 因为你看连胜文的这个案件 他到现在7个月没有动作 但是柯文哲呢 他丢进去一个月 也就是罗书雷告柯文哲一个月 马上就有大动作的一个征办 这样的为什么台北地检署 在选择征办的这个态度上面 积极度上面有那么大的差异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内线交易 胖大人大家还记得 胖大人当时他要 大家知道他要出包之前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小S的丈夫徐亚军 他可能知道这个利空消息 所以台北地检署就放出这样的消息 是说你知道要亏损了 所以你先出脱 那你先出脱的目的是什么 避损 你是为了规避这样的一个损害 所以他当时的偵办动作是什么 他除了传唤这些犯罪嫌疑的共犯 大规模搜索 然后还用一个证券交易法 里面有个规定是说 如果你供出共犯 你可以减轻其刑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式去利用说 你供出其他共犯 偵办是如此的积极 但是我们看到金卫TDR 这个案子已经进去七个月了 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 对股民做交代 对整个市场公平做交代 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交代 而更何况 台廉今天提报了这个内容 包括说他里面 这个很清楚的48分钟 出脱158张 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就典型的内线交易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地检署 没有任何动作 那我必须这样子讲 是说金管会也是态度消极 他只跟你说 你这个48分钟 延后这个有异常 所以我罚他100万 我只罚100万 说我认定他违法 但是细节怎么样 他不愿意去追究 这个不是金管会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另外台北地检署 他也必须要公平的执法嘛 你不能说 今天柯文哲进来了 我马上办 然后七个月前 寇姐告了 我完全不办 现在台廉又更具体的市政丢出来了 你还是不办 这个会溃对 检察官的一个执法的公正性 所以我们希望检察总长 严大和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杨志宇都有看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能赶快办 稍后回来 我们刚才听完寇寇姐谈到有关金位的事情 那我们就一定要回顾一下 到底这个金位跟连森文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呢 好我们话先说 当时呢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在荧幕上看到 连森文先生呢 在他的这个准备参选的记者招待会里面 讲了一个关键字 叫做十年 虽然他加个多字 多就去掉 因为你是2005年成立的 到现在是9年 好我就给你加个整数 四车五路嘛 好那就十年 所以他十年如一日啊 都是经营这家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话 不论你的公司有没有亏钱 你都是股东 因此我们就很好奇 到底你当时投资多少钱 我们看下一张 那么这个件事呢 段银康呢 曾经有跟大家报告 既然你是这家公司的这个 就是你一手经营的 那肯定你一定有股份 不论你股份呢 当时是10块钱一股 还是8块钱一股 现在市值变成0什么都不管 你总是有他吧 那么按照这个 这个上次我们这个 硕文委员来 可是硕文委员似乎表情 是不太清楚 可是我们知道 硕文本身他也是要 去送监察院去报告他资产的 他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好那不知道 我就提醒他们知道吧 那么这个监察院说 你只要有失业投资 不论你是什么公司 在哪条路 在香港也没关系 你总是有投资金额 请注意哦 这是投资金额 不是限值 看清楚 投资金额 投资的投 投资的支 投资金额 他不是限值 所以即便你公司 亏到零 负数 是负100 你还是要写出多少钱 其实坦白讲 林志文先生 我还真的很好奇 到底当时投资金额是多少 因为这是个谜 现在中家都说不清楚 那后来你又听说 你要投资50万美金 我其实还蛮佩服你的 投资50万美金 可以搞定一个基金 那我们真是笨蛋 我们都投资1500万台币 才能坦然搞一个基金 好我们看下一张 现在变2000万了 忘记说这件事情 好了那么 结果这个故事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发现 他那个厘清的道理 当时我们不是说 他曾经把持股降到4.99吗 我还好先帮你解释 可能是利多钱 你先出一半 后来我们查了 香港法律的时候 我才知道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申报 这个您的这个 在京卫的这个 Steven Star持股 似乎是欲取同工之妙 你就是不要申报 你不想申报 就不想申报 连监察院都奈以不合 可是你到了香港 就没这么回事了 根据香港法律 你只要持有5% 你就要公布你的权益跟单仓 就是你买卖的状况 还有你持股状况 那么Even Star呢 是有两家公司 一个叫Even Star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 跟一个叫做Even Star Master Fund 你看到资本市场多好啊 连你有持有这么近 名字都一清二楚 然后呢 我最近很多金融业都跟我说 这个到底 连工子你过去的金融 这个伟大的事迹啊 听到我都不知道哪个 真哪个家 还真多 可是这个确实真的 因为是香港的法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1年 那么你总共卖出这个金额 那我再把这个内容 还没有讲清楚 所谓的权益 就是说你甚至你出去 你是大股东 你出去谈了什么事情 讲了什么事情 你跟人签了什么合约 只要你持股超百分百分之五 你都要在你的网路上揭露 你是大股东 所以你要揭露你任何的相关的事宜 这样懂吗 香港非常严格 就是简单一句话 假设可可姐 也是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市场 你走过去 嗨可可姐 那可可姐她人大 可能后面有什么的公司 对于你回去的时候 要申报 我在某年某月 见到这个医疗体系的可可姐 而我们谈的事情 是跟金融无关 这是香港法令耶 这么严格啊 严格 台湾大辣辣内心交易 没事啊 台湾可以站台 我要补充一下 上次呢 其实我讲太慢了 我要跟主人报告一件事 前阵子台湾就有一家投薪的总经理 扣 关起来了 关起来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大老板跟他讲说 要买这只股票 他老哥也很开心 他也没有经过研究团队 就直接蹦一声买这只股票 后来就会抓到了 是 这个没有经过内部讨论 是股东跟他讲买的 这个总经理 董事长没事啊 总经理扣 关了 对 关了 真的跟我表情要严肃 真的关了 所以这个是在台湾金融业 是不可以的 香港当然不行 好了 所以答案很清楚是 为什么他在201年10月25号 要卖出 把持股降到4.99 因为4.99 多一点点少一点 正好就是5% 你不用揭露你在台湾的所有行为 包括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包括杨定燕 包括陈耀伟 他们在台湾 如果有进出金位TDR 他通通不用讲 4.99真的美好 甚至你的周围的企业去投资香港 因为理论上面 既然这个金位TDR跟金位有关 你又是他如果5%以上的股权的话 对不起 你在台湾所买的这800张啊 或者你的亲朋好友 在台湾买在任何买金位TDR 通通要公布 懂了吧观众朋友 所以4.99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恍然得知啊 我们再看下一张 哦 原来5% 对 那么根据香港这个基督所规定 4.99一直说 这边有解释 大股东 及上市百元 5本上的任由股票 这个股票投票权的 这些权益 个人 这个要画起来 个人 对 个人哦 包括联盛文 如果你是个人投资 EVENSTAR的 你个人你要顺报说 你在这个台湾EVENSTAR做什么事情 你的太太 你的家族 没有关的 都要宣报 法团 那包括这次 这个杨定义 他用他的这个公司 买卖这个 这个金位的TDR 假设他们持有5%以上 也要公布 所有人都要公布 所以不是只有你8.11 10章不公布 必须毕露取所有投票的人 股份之权益 及淡仓 好那后面的意思 再解释你的权利跟义务了 我懂了 为什么你要卖到4.99了 这是 资本市场要学做对的事情 是去创造大家的权益 去做正当的投资 而不是找法律边缘 去做一些我们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跟 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当然有各自评断 但4.99很明显 我们看下一张 这次直接就是你的进出买卖了 都找到了 果不其然 直接将到4.99 对 EVEN STARK CAPITAL MAIN 这个方法 下面其实很长 下面还有你持有7%的那些资料 直接秀出来 4.99 跟你一样 4.99 还其他公司 所以是不是有其他公司 跟你一起玩这个游戏 再下一张 因为这次 这个圈购比例太高 很多是外资公司 而且跟经文有关 通事间变4.99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他的确嘛 这是我们做的总表 一样好 这边日期还没有改 2009年30没有持股 到了2011年3月3号持有到7.11 然后6.79 离香港上市接近了 到了2011年 这打错了 2011年的时候 他占了4.89 2011年 这是1 2011月17号 正好是金位准备挂牌的时候 漂亮4.89 你不用公告你所有 包括你家人所有的投资 但是 在你做这件事情 并没有放弃 Evenstar并没有放弃 对金位的权利 意思说 金位到台湾挂TDR的钱 你还是要赚 我们再秀这一张 因为我秀这张 有人说老师你这张太难了 那我这次就简单 直接把重点画出来 原本你们交易量是1000万美金 然后到了这个2月 这个5月13、11号的时候 也就是没多久 你就出脱了3%的股权 剩下4.9%的时候 你做一个动作 你做了一个负认股 认股全正的交易 这金额是 总金额 你的可转换债 总金额是1000万美金 但是这个金额呢 是100万美金 10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他比例是33.33的意思是说 原则上面大概是10倍的 是10倍杠板 意思说你如果这个金额能够做成功的话 你一直可能拿到1000万美金附近的 我是按照一般的这个杠杆来计算 你用这个计算 对不起 是用更正 是用这个数字来算 你可以拿回30 330万美金的金额的相关股票权利 我是用10倍来计算 你另外花了100万美金做这个生意 这意味着什么东西 意味着依旧你的持股在7%以上 你并没有放弃 你用这个方式来做 例如说假设今天金位TDR在台湾挂牌之后 因为这个利多造成金位股价上涨的时候 你就可以执行你这100万美金的选择权 换股比例是33.33 然后你可以乘以10或乘以20 因为在看你们内部的消息 你等于你还是持有了7%以上股权 但是你不用跟大家报告说 到底你包括我正念一下名字 陈耀伟跟杨定彦 他们都不需要公布 他们在台湾TDR持股 所以你老哥一直说对不起比我小 连市长候选人 你一直说你自己没有买 那因为你用4.99 让我们没有办法查你 这答案清楚了没有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好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曾经犯的不是只有一次 对不起 你还真是过去机会真多 这是另外一家公司要优派能源 优派能源也是你evenstar有持有的 如果把这两个遮住 看起来你对这家公司很有兴趣 因为你持股比例呢 是5.8%到10% 平均指引代持有是8%的股权 所以看起来对这家公司有兴趣 优派你有兴趣也OK 因为它是稳定的能源开发公司 本身有能源有矿产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还可以投资的公司 但是你要知道在大陆你拥有矿产的 你背景是什么 再问一下 在大陆你可以拥有矿产的 你背景是什么 好在大陆喔 台湾当然你就靠自己能力嘛 嗯 好了 结果它有两次正好都是在4.94跟4.99 嗯 所以就金融业很好奇啊 是不是跟金卫一样 就蹦一声 时间点 第一次时间点 你降到4.99的时候 正好你跟你的太太 去参加了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嗯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合理怀疑 你降到4.99的目的 是因为你去那地方 你要见什么人 你不用到这个香港证监所去告 去告知 所以你降到4.99 你一离开之后 你一离开这个会议之后 马上持股又增加了 增加到10.57 我不认为能源股在这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行情 你可以持有到10% 表示你这家公司很在意的 没多久 你又降到4.99了 4.99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你在当任悠悠卡的时候 在2017年4月 这个是2009年4月 那么那时候 在7月的时候呢 连战密集的仿中 所以你又降定 你出锅到4.99 而在认证悠悠卡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消失了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而同时间 你又把你优派股票 降到4.99 你又不用告诉我们 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有参与 中国大陆任何的谈判 我把我的疑问交给你 可不可以回答我们 为什么这么巧 发生的时间点 两次 都是你在有所跟两岸 事夫有关系的时候 你做的动作 那更不用说了 今天你的好朋友 曾经聊你情商的那位 可以跟中国大陆那家公司 可以签订所谓的这个顾问 而那家是做安老养老的 正好宁大陆似乎很多集团 也在做安老养老 正好我们现在台湾讨论的 也是安老养老 台北市现在最缺的 也是安养养老 这些逻辑 我们知道问林先生 你的财富到底是怎么赚出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为什么出这疑问呢 因为我们真的好奇 一亿元要怎么赚 真的 一亿元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人家科匹也是夫妻俩工作二十几年 当医生也不过家房地产 才不过一亿出 你老哥在台湾也没什么 有错错了 你连市长候选人 连公子 在台湾看起来也没工作经验 全是国外 一个是一年多的摩根斯丹利 一个是一年多的这个GE Capital 然后一个是 少少的瑞士心态 对瑞士心态 那是实习生那个没有钱的 我就不想谈了 实习生领什么钱 什么钱都没有 端茶倒水去吧 对不对 所以 所以那个是真的 我们以前实习生的工作 是做事情嘛 他自己承认嘛 你不可能做别的事情 你只能端茶倒水 看看大哥这个电话 这样我知道 我赶快过去处理一下 大概也只能这样子吧 所以我不算那个是资历 所以你真的就是加起来 大概三年多一点点 不到四年工作机会 你能赚几个钱 更何况你没有执照 可见你做的是尖客 对 那回来一件事情 永逸元的身价 他说什么 这连续文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连续文说辛苦创业赚来的 创业 那就是说你那十年是创业所得 可是很抱歉 你已经说过N多遍了 说你的创业 而且在2011年就亏钱了 所以在2019年你就没有 因为亏钱就没有申报了 不是这样子吗 那我问解释 那你下一张 那你这些钱怎么赚来的 你这些钱怎么赚出来 你说你又不靠爸 对不对 你自己讲的不靠爸 不靠爸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现金 跟有价证券 怎么来的 你不过就是两三年多一点点的 这个 这些资本市场的经历 可以赚这么多钱吗 如果那三年多资本市场经历 可以赚一亿 表示你年薪多少 三年赚一亿 一年是多少 三千五百万 三千五百多万 那是一百多万美金 那是什么样高阶职务啊 更换换了 你被fire掉了 因为你成绩不好 所以你薪水应该也不太高 所以我讲的事实 你讲的嘛 你自己在说2014年2015年 被fire掉了嘛 因为你们那个部门做太烂啊 不是这样吗 好了 所以这些故事之后 我们就开始纳闷了 为什么杨定月的集团 会在这个地方 把他的这个 这个 就是精卫TDR 卖掉呢 法律上真的啦 可能很难制裁你啦 但你周围的朋友 就是按着4.99 不公布 到底持有多少台湾TDR 所以到现在 哦他还有股票在这边卖掉 而且卖掉完之后 还真省准啊 一路下下 这里从这个 你卖掉的大概9.31 一口气跌到5.5 这跌幅还有50%呢 寻常人家是什么意思 寻常人家就1000万变成500万 可是你却安然的度过 我当然法律上面说真的 我刚才也跟律师讨论了 坦白讲很难去定罪 但是你做市长 单纯只有法律问题吗 你做市长 你背后这么多哥们 修门可以搞4.99% 这不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奇 那你做市长的时候 会不会来搞这些有的没有的呢 好再往下再往下拉给你看 所以我要说一句话 你不要说你自己拥有这些股票 好不好 把你那些哥们 你的那些投资伙伴 你的家族 通通持有金为TDR 秀出来 不要秀你一个人嘛 因为看起来这样子 杨定燕证明一件事 杨定燕还是持有 这个香港金为TDR 证明一件事情 不是你 要掩耳盗铃 你旁边这些人 我们才很好奇 到底你的周围亲朋好友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很想知道 好 而且这里每一笔金额 都比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MG 八百多万 五百多万 小儿科吧 所以 这个是 我们就很好奇 你的私募基金 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 你的财富增加那么多 那这些种种的理由 我真的很希望 连先生 在你去指责别人 是不是在MG上面 有上下起手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好奇 你过去周围的朋友 以及你采用的手段 到底这个钱 在道德上面 是不是应该的 稍后回来 在柯文哲阵营方面 柯文哲今天再一次强调 一切都已经交给了司法机关处理 他不会再针对MG19账户 再做任何的详细说明 他还强调说私用账户 就像是自己员工的 互助会的会钱 都是会要紧啊 不可能一一向台大报告 所以台大当然不知道 好 接着他就痛批了 国民党怎么动用了 国家机器攻击MG149 这比北洋政府还要野蛮 他说因为北洋政府呢 也不敢这样处理北大的校长 至于外传说 江一华院长 昨天有邀请立委参序 好像是一个庆功业一样 他还特别像爆料的 罗鼠磊在致意 柯文哲的反应是 这不是文明国家该有的行为 把所有的帐幕全部都公开了 OK 事实上检察官也全部拿回去了 我当天墙壁上都贴了 事实上那个帐已经在 在检察官那一边了 回答向跳针 柯文哲面对MG149账户争 不再轻易回应 费钱嘛 我们自己每个月缴4千块 大的4千小的1千 我们这个费钱 我们自己管理 我哪有需要去跟台大院报告 想澄清却又不愿一次讲明 MG149的模糊帐 柯文哲要亲口向检察官解释 我最不高兴的是 我的助理被传讯六次了 账户争议拖累助理 柯文哲忍不住哽咽 自然没拿一毛钱进自己口袋 没想到被台大医院院长打脸 私设账户有道德瑕疵 出访美国前发表新政的记者会 又失焦 柯文哲的愤怒 无奈写在脸上 记者送到 好我们在最新的消息方面 讲到柯文哲说 动用国家机器 其实还小到 你知道连国税局都要开始查 你不是说你演讲吗 所以你不是有演讲收入进了这个 你所谓的MG149账户吗 对 所以我请你要调出你所有的演讲资料来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报税 还给了一张国税局的通知单 对 这个我觉得 我们在座好多老师 好多人参加演讲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过分了 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做任何的演讲的时候 其实都有 扣角评单 都一定有扣角评单的 所以有 我们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还没有收过 就是没有扣角评单的 这样的这个演讲 因为每家公司邀我们 他们自己要去付这笔费用 所以甚至我们健保 不要说什么 只光讲一件事情 二代健保 我每一笔讲 就一定缴二刀健保 如果连二代健保 我都缴了 你觉得扣角评单上面 会没有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 这个财政部做这种事情 基本上他连那个大陆 到底有没有担保没担的时候 这么重要 他是称为台湾重要行库的 最大的股东 我们的财政部 是你台面上 所有关股银行的大股东 你掌握的是 上兆元的资产 你不去在意 你这个资产流失的状况 你去跟他柯文哲那边 小眼睛小鼻计较 事实上我这么讲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家 有个演讲单位 他以前是没有给 所谓的这个 就是扣角评单的话 你麻烦你 欢迎你赶快去查 到底是哪家企业 做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那这样子的看起来 我觉得 我们可不可以讲 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情况 就是对柯P的这个查 查到演讲的那个单据 是不是有点太扯 那欧老师 你自己也猜到很 你会去记得你的 演讲的细节 领多少钱 我当然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财经人 因为我可以背 我整年的账 而且我还可以背到说 第一次见到汪杰敏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跟我说什么话 这是我个人比较特色 所以我简单回应 但是呢 确实杰敏 刚才说的没有错 许多人是的确 没办法记得很清楚 那 但是我 特别要讲的是 因为柯P他附近 有一群 专门在帮他爆料的人 对 那这个 这个不是来自于蓝银 也就是说 一直有很多的 僧喉龙 可能来自于柯P的周围 一直 像绿营 甚至蓝银去爆料说 千万不要让他当市长 因为他这么多 多问题 所以呢 就左一个爆 右一个爆 但我必须说 在媒体效应上呢 MG系列 和TDR系列的对比 看起来确实是一个 差很多零的一个对比 的一个游戏 好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 关键的准则是什么 也是大家 真正在争论的地方 刚才杰明哥说了一个 他说法律上或许没有办法 讨论 好OK 那现在就有一个 到底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因为在民主国家里面 合法是一个关键的事情 好 所以 柯P今天又有一个很聪明办法 说他不要再回应了 他交给检刁 好 所以 他所有的回应 到底合法不合法这件事情 最后就交给检刁单位 来讨论了 好 所以今天的攻防 最后的点 会是在合法性与否 对 好 那如果说我们所有工防的结果 他都在4.99 这确实合法 只是你觉得说 哎呀 赚这样的钱 看起来道德性不足 或者说 你怎么挤进全中国 六百多个金融家族里面 所以我们觉得不平衡 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的问题 这不是反资本心态 我觉得这不是反资本心态 我说涉及到 涉及到 没有这不是反资本心态 让他讲完 他讲反资本主义 这个我一定要严正的声明 我其实很少 很少中间唱话 请 因为你讲反资本主义 你在说我反资本主义 我说涉及到 不是说你 因为我没有指名王杰明 那叫做职业道德 那叫行规 就像你们教授 在上课的时候 不能说不该说的话 那就会被去检记忆 所以那个可能法规上面没有言定 但是有些话是不能乱讲的 我跟你讲清楚 你刚刚讲说 涉及反资本市场的时候 你最好注意的用词 我没关系 我没有随到那个问题去 我们回到问题本身 好 我回来说 那就会涉及到 反资本主义心态的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回去检测说 到底是对这个资本主义市场里面的不公 我们是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结构 来做以调整 好 那就回到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还是说到底连胜文这样的一个金融操作 有不法的行为 那个不叫反资本 那叫敢翘 我觉得这个地方 那只要有的话你就告他嘛 就这么简单 告了不动嘛 这个我要讲一下 就前面你讲说什么柯文哲身边的人爆料 很多人爆料等等 但是你自己推测的 他有党活的 不是我自己推测的 这确实有人出来检举 你有证据吗 这个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现在就是一个罗淑雷 有哪个人嘛 隐形人嘛 就是灵火旺说 党政高层交了东西给罗淑雷 你认识的人 为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 觉得这么的这个愤怒 就是因为你是执政党 而且我自己是国民党的党员 你国民党用那种国家机器 用司法用检调 然后找了一堆资料 然后来进行一种这个 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抹黑 对 这个公平吗 扣姐你会觉得你 你这个基本上来讲 我告了这个连胜文 七个月都不动 七个月没有动 然后现在就查演讲资料 被罗淑雷告一个月就动 还查演讲的单据 什么演讲单据 我赞成查啦 但是你查演讲单据 你为什么不去查这个 这个连胜文 有没有逃漏税呢 颜胜文2009年 悠悠卡公司董事长的海外财产 申报是零 现在很明确的是违反嘛 我们比对出来的 你监察院在那边混吃等死吗 好来我们来看看 所以你基本上来讲 这个完全不对称的一个战争 它完全是在摧毁国民党 摧毁中华民国 我们来看最新的连胜文 你对一个体制上的这种 正义的摧毁 还没有一个公正的一种声音吗 他说辞去 什么叫做辞去 他到底做什么职务 我跟你讲 你做股东 当做股东 当做股东 做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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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股东这个东西 是可以当做辞掉的吗 做股东这个辞掉 你持有股票 就是股东这个辞掉 还是让我回答 欧老师 你们一堆骗子 骗子级了 这一堆指名是谁 我有骗你吗 包括你是骗子 啦啦对 你把你讲满资本 我说涉及到 你的全度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的全度就是这样而已 请不要随便扭曲我们 说法是错的 其实就是权贵 那这个连赛我的权贵 我都有说话不是吗 连赛我的权贵 有他在这次选担里头 让大家不服气的地方 刚扣姐讲 除了精卫这么明显之外 我上次也讲过了 康师傅的TDR 你身为永丰金的董事 你可不可以拿康师傅的退佣 你一块钱都不能拿 你拿的就是违法 同意不能拿 来 我们看一下 同意不能拿 所以这叫反资本吗 我没有说你反资本啊 你不要自己对话入座 什么对话入座 来 他的实为就是反资本 你喜欢讲啊 他的实为就是反资本 他的实为就是反资本 第二代回去看 我没有说王杰明是反资本 我只是说 涉及到反资本 涉及到反资本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来我们看一下 明调的结果 你误会了 最新的明调 我们来看看 那在讨论MG149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 像是有一个林国志退休的司法官 他用baby龙龙的MG149烂招来形容 他最后讲说 由罗鼠里丢出泥巴提出MG149进行抹黑 那么记则请全党之力 结合立委金内政财政教育 卫府审计检调各部门 透过蓝媒全力围剿企图复制宇昌案的结果 到底有没有动摇到柯文哲的民调 我想现在各自阵营都各互其主 这也很正常 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做的是对的 别人做的是错的 你做这个方法一定会让你自己的民调下跌 好我们来看看自由时报 刚刚做出来的一个民调 就在大概10月1号2号跟5号做出来的民调 柯文哲仍然是41.61 连胜文是24.63 差了17个百分点 没有决定的有33% 坐牢的冯光远还拿到1% 他应该做的蛮高兴的 好那这个未决定的32%里面 要有8成的人投给连胜文 2成的人投给柯文哲 双方才会打平 也就是说这些未决定的 没有决定的10个当中 要有8个投给连胜文才会打平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这整个趋势的变化 在7月1号的时候 这个时候柯文哲领先了20个百分点 在8月5号的时候呢 也仍然领先了19个百分点 现在慢慢变成17个百分点 从20变19变17 看起来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明显的 这个误差范围内的差距了 不过从这个趋势看来 爆了这么多的料 连胜文在MG 柯文哲在MG149上面 可以说是一路挨打 甚至包括了检调的介入 他还是有41%的这个 目前的支持 那连胜文当然在我们 节目跟很多的媒体上面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爆料 那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澄清 目前还是有四分之一的这个 选民的支持 好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稍后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会继续追这个问题 好啦MG149 潮了快一个月了 其实大家越听越听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爆料呢 从罗书磊开始爆料说 他提到的是402跟MG149 可是到后来呢 慢慢的被澄清 台大医院的院长黄冠棠也说 402没有问题 MG149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 飞鸿泰就抛出了一个东西来说 他说有厂商每吨利捐款 到了这个刘如意的账户 这里面有没有厂商捐助的问题 可能大家越听越不清楚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史以来 最清楚的把这整个账 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 其实大家都听错了 也都讲错了 应该说台大医院的这个402 它其实是一个代码 MG149是外科加护病房 它的账的一个代码 我们把它简称叫做一个账码 好另外呢 什么刘如意啊 钱呢是一个账户 一个代码跟一个账户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台大医院的钱 从402这个账码呢 它事实上是从台大医院的邮局账户 把它拨到 拨给外科加护病房代号 MG149的这个账码 它不可能拿一个布袋去装钱 所以它要去开一个户头 这个时候它开了一个户头 它用秘书的名义去开了一个户头 这在台大医院在很多地方 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叫做合作金库的刘如意账户 好了刘如意的这个账户里面 有哪些钱呢 很清楚的 它有这个台大医院邮局 拨下来的就是经过会计 审计长审核的这个钱 就是外科加护病房MG149的钱 是从邮局拨到刘如意的账户 好刘如意的账户 这个高招呢 里面不是只有一笔钱 它还包括了互助基因 就是他们说的什么 多少人要捐4000块 什么医生什么职位要捐多少钱 好放在这地方 另外还有我们不太清楚 如果有的话 就是有私人捐款 跟厂商的捐助 那这个时候呢 全部放在这个合作金库 刘如意的账户里面 好问题来了 现在如果在这个账户里面的钱 是包括了台大医院的 来自于这个402账户 拨下来的合法的钱 以及自己的互助金的钱 还有私人的捐款 还有厂商捐款的钱 全部放在一个存折里面 合不合理 我觉得蛮合理 除非就是你每个 每个账户的项目 你都要去开一个银行的户头 这看起来才是不合理 因为这个MG14的家户病房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人管 一笔总账 放在同一个里面 好如果今天他把这里面的钱 私人的钱去动支到 这个账户下来的 台大医院给的钱 那可能就有涉及的问题 如果这钱就是我私人 放进这个户头的 我在从私人这个户头当中 再去提出 比方说我护租金放进去了10万块 我用了9万块 有没有问题 我想大家观众朋友都知道 这不会有问题 好那问题现在出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账户拿来做什么用呢 他拿来做研究用 提息后继 拿来做连移用 包括了他们可能去参加什么 研讨会或出国 另外呢来奖励的一些 这些发表论文这样的钱 好那如果呢 今天他有把这些钱里面的 政府这个台大医院账户的钱 MG19代号下的钱拿去做 比方说个人的放进口袋 去给什么这个科小九 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 这个那他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留下两个疑点 第一个私人的捐款 有没有经过台湾大学 然后由台大医院的账户 再进入刘如意的账户 这是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厂商的捐款 有没有经过台湾大学 然后再经过台湾大学邮局账户 直接进到刘如意的这个钱当中 如果有那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假设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就要来问两兆 曾经代任过律师的 如果没有 我只是一个加户病房的一个账户 有人私人捐款 有人厂商捐款捐进来 然后我把这个钱拿来当作公用 研究联谊奖励 而不是我科币自己用 也不是刘如意自己用 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 对 谢委员 我想今天MG149的这个案子 已经吵了蛮久了 那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说实话都没有看过 他真正的那个内规是怎么规定的 也很幸运的 后来我终于要到了一份 就是那二 他一共修改了26次 从第一次 他虽然设立的时候是民国89年 事实上呢 他第一次拿出这个内规来的时候 他设立是民国98年 可是事实上他 89年 他最后拿出来的是2003年12月23号 是他第一版的 他订的这个法规是科币自己订的 然后中间修了26次 到了2012年12月25号 是第26次版本 那我们把这个版本拿来 结果据我们 我没有 我不在立法院 所以我听不到 到底那个 那个台大医院的院长怎么说的 不过他是说 他对于这个里面有 私设这样的内规 他是完全不知情 对 薛文我在场 是这样讲 就是说 一个实验室弄了一个规则 比方说大家迟到要缴500块 然后点点点 这个东西是不用报给学校的 可是他不是这样 他不会知道 他只是这样 如果你看过内规的内容的话 对 他不是只是迟到了交多少钱 对 他里面包括这个钱怎么用 是 那么我相信今天这个部分 那个罗书雷讲了很多遍 最后我看了以后 他确实里面有公占 个别占和私账 对对对 确实有 而且这个就如 那个台大医院院长说 他不知道 因为照他们来说 他以为只有公占 没有私账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说 我不知道院长怎么说 他说他不知道 因为他认为说 这个东西只有公占 怎么会有私账 还有个别账 这是两个问题 就是说 MG149是一个公占 但刘如意的户头里面有公占 也有私账 这是合理的 同样的他在这个里面 照理来说 这一个账本 照这个从台大的402号设立这个 然后到了各个 各个到下面有很多MG 听说有400多个 对 那么这个149呢 是属于柯P的他 那他自己这一群 而且事实上最重要的是 柯P自己还订了一个内规 又是绝对是跟台大医院 又不相干的 那他在这个内规里面 最有趣的 我相信今天那个谁 罗素雷也讲了很多遍 那我自己看完以后 看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有问题了 他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可以把钱捐到这个账户 个别账户里面 供你个人使用 旋间进来 再领出去 可以扣低所得数 我不讲别的 我只讲这一点 我只讲这一点 如果说 你今天说 在一个公的账户里面 我们也知道 公账和私账 基本上是应该分开来的 今天想来说 我今天在一个银行里工作 如果我账户这边收到的钱 我一定要马上交出去 如果我先把它放到我的皮包里面 我再拿出来 事实上就已经涉及到犯罪的问题 对 同样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他今天他先说 先捐入再领出 以扣低所得税 也那么 而且到时候还要经过 柯文哲的医师的章才可以 他要先取得捐款的证明 然后再 他就这个行为 其实已经有一个 可能涉及到 是一个 借着捐赠 来达到逃税目的 这样一个行为 这部分我要回应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是的 在福伦社呢 他所有的捐款都是捐进去 但是你的参费 跟你所有的使用 都是从里面就扣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提到的说 先捐入再领出 是立刻把它领出来呢 那立刻领出来 他凭什么领出来 所以我这样子解读他的意思 好像是说 你捐进去以后 这笔钱就变成了 你的某一个 你自己的研究基金的额度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当中去使用 但是你可以 这个事实上 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下 其实这事情也没有这么复杂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医生是高收入 过去有人收红包 为了要改革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帐码 就是这个帐号 当作公共使用 你今天呢 比如说 我有一个演讲 然后拿了五万块 纳入我的个人所得是40% 可是呢 我把它捐进去 我捐进去了之后呢 捐到这边 捐到这边 我如果有其他用途 比如说要买电脑 要出国 要做什么 它是用发票 然后再去用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是 各大医疗院所目前 除了台大 应该说各社团都是这么做 各社团都这么做 那谢委员 你要特别说 这个就叫逃漏税 其实这个对很多的高收入的人来说 包括律师也有 包括会计师本身也有 这个叫解税 这不叫逃漏税 是 好 我再说明一下 这个比那个4.99%的那个逃币 我想今天 他现在法律范围之内解税 等一下 他现在法律范围之内解税 但是你要拿出个案来啦 就是说 等一下 我想 刚刚4.99%的部分 刚刚就如杰明 刚刚自己也说到了 他事实上这是一个 只是说 他法律规定 你到5% 你就要公开 那他不想公开 他就用这个方法 去做一个回避 那他有没有犯罪嫌疑呢 不是 这个部分 就如刚刚杰明自己就说 这个没有犯罪 事实上只是说 所以这个也没有犯罪嫌疑 这个就不一定了 我现在必须跟各位讲清楚 我现在必须跟各位讲清楚 今天很简单 我们到了多少 我需要公开 我到了多少 我不要公开 我可以去调节 我要不要让我自己公开 他如果说 我今天 我今天把它降低 我买卖股票 我降低 这个东西 我相信是一个回避的问题 那同样的 他今天要不要回避 我相信今天回避的人多了 今天很简单 你多少钱捐款多少钱 你就要报 捐款到多少 就很简单 人家说超过了十万 超过了一万 像我们政治现金 超过一万 你就要把你的身份证字号写出来 有人就捐你 9999 他就不要写出他的身份证 那你说这个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那他基本上他是合法 可是我也必须要在这里很明确的说 今天就如刚刚那个玉珍说的 今天很多人他想要他想要避税 他想要说我不想要交这么多的税 所以呢我就用捐进去 然后再拿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方法 可是今天我们也必须说 今天这个就如自己科皮自己说的 他真的很白目 他就把这样一个行为 他就公然的在他自己的这个里面写出来了 你们要这样做 然后呢事实上我必须要讲 这种行为有没有犯罪 我们要看他里面的怎么实询的 我们才能够知道 可是同样的 他用这个方式去鼓励大家做 有没有涉及到教所教育 教大家去避税的 我告诉你喔 罗淑蕾做会计师 他这方面帮人家结税 他是最专业的 那没有问题 他最清楚这个东西怎么做 是 就是如你说的 那就是因为 所以他故意 他故意把一个对的东西搞得很七八糟 太懂了 所以罗淑蕾才抓得到 这个部分是超级无聊的 而且已经超越了一个法律人的 不是 你不可以说超级无聊的 谢委员 你超过你法律人应该有的评断 不要这样子 你抱歉 再讲法律的部分 我相信 我相信你去讲你的专业 不是 人家写这东西 你说人家有犯罪东西 然后没有抓到证据 当然有 有到教授吗 又说是白幕 白幕又是犯罪 又是白幕又是犯罪 又是白幕也叫犯罪 或者方法 我必须要这样讲 失去人性的地步了 今天他的白幕出了一个大问题 就像当时大家一再批评 批评 批评联盛文 你权贵 权贵可以来当市长吗 同样的 今天我要说 今天一个白幕的人 可以当市长吗 可以 今天一个他认为要教大家 今天要用什么办法避税 不要让大家交税的人 可以当市长 我认为 这些人也是一个有问题的 我只要说一句话 好不好 一句话就好 他 其实柯P内容 内容就是说 你的钱呢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开 就是我们说捐赠的证明 所以能够发捐赠证明 是只有来自于就是 台大医院的邮局帐 或者说402才能够 但是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这个钱就是捐给你了 我也不要证明了 所以他说 你今天钱捐到这里的时候 那当然这边还有个个人账户 这个钱进到台大医院 可以到个人账户提出来 恐怕是不行的 因为个人账户 不可能 因为你要报回去 你要报回去 所以你就是说 因为柯P在说那句话是说 其他某种程度是说 也许我们的研究 大家都一起有研究 你捐赠的钱 你自己的研究上面 也可以使用到 别人研究也可以使用到 他其实这个目的只是单纯 你可以达到两个效果 第二效果就是 你自己本身有结税 对 因为你只要是捐赠 你就有结税 比如说我现在是40%的门栏 那我捐赠一点钱 我就可以降到30%的门栏 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干嘛 这也没有 这个都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 因为有人因为这个事情 他还经为18块被套牢 要套牢到现在 亏损了几百万 这个是不会发生 这个连道德瑕疵可能都没有 所以就是很正常 就是说有些医生 这就是会计师做的事 对 帮大家做的事 我觉得我要降到20%以下 那我捐过来 但不代表他个人可以拿到 没有这回事 对 我觉得解明 甚至你经到这个解释的时候 你还不见得会到419 我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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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必须说 今天我希望你在这个部分 如果你不是检察官 你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你就不要提他这样解释 我必须要说 如果我们拿到他的这个部分来写的话 他写的可不是这样 他今天写的 如果照他前面几份来写 他直接表明 目的是干什么 提供对外服务是让你洗钱用的 他就自信自身 对 这个已经罗书蕾讲过很多次了 怎么会有人这样 罗书蕾是 如果结罪叫犯罪 我必须要这样 罗书蕾天天都在犯罪 不可以这样讲 你今天必须要说清楚 我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 因为我不是检察官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是检察官 我没有看到卷证 我没有办法直接说 可是我在这边也必须要提出几件事情来 确确实实 依照自己 柯文哲自己写的 他这里面写 他真的是在这么干 那我想 我今天要这样的 因为也有很多年轻的医生是觉得说 也是说 你看柯文哲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鼓励我们 帮助我们这些拿不到捐款的人 让我们能够继续做研究 是 他讲的是很好听 事实上也是这样 他并不是 可是同样的 我相信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件事情 社会上就如刚刚玉珍说到的 很多人都想要所谓的结税 闭税 所以想尽办法用这个方法捐钱到这里 捐钱到那里 然后想办法用这个 事实上是有的 事实上尤其包括高中的余医生 等一下 怎么取得 余医生 都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蛮正常的 是蛮 就是我不想把钱给政府 我给弱势钱给 对 今天 就是这句话 那么 平良运说 如果这个行为 其实平良运说 它就是一个逃税的行为 那只是说 等一下 这完全没有逃税 只是说大家习以为常 大家习以为常 只都是在 就是说灰色的地带 在这里走 那可是我也必须在这里很清楚的说一句话 如果你一不小心过了界限 你就可能是犯罪 那今天我就会有一种感觉 今天我看完这个我自己的第一个想法 我说如果我们的柯文哲 他只是继续做一个医生 他只是用一个这样一个小金库 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无所谓 这就跟大家检验联盛文一样 这就跟大家检验联盛文一样 一个案子放六个月 放七个月都不动的一个案子 那叫检验联盛文吗 你今天可以去检验检察官的部分 可是我也在这里要同样的说 今天当你们用这么样严格的态度 刚刚你们从头到尾讲 谁严格啊 你们去说联盛文 甚至包括说联盛文 他选举连他身边的这些人 他们做什么事 你都要检视的 你为什么不去检视柯兵 我希望你们用同样的方式去检视柯兵 你刚才讲的都是废话 都是以前罗淑蕾讲过的 为什么叫废话 因为都是罗淑蕾讲过的 昨天台大医院的院长 都已经澄清了 MG149是干干净净的 错了 今天台大医院的院长不是这么说的 台大医院院长绝对不敢这么说 台大医院的院长 今天就像我看到的所有公务人员长 一推什么都不知道 绝不替任何一边背书 所以我在这里说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剧台这回 你要用同一 连家配跟我讲连结吗 有人在招中干事 因为他很会打后面选战 所以我招这人最中干事 这什么事干 这什么事干啊 这个柯兵 动怒 他说连家你有资格跟我谈清廉吗 所以我们就去看 到底清廉怎么定义 每个人对清廉的意思也是不一样 我就Google了一下 谈清廉 结果我们出现了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谈清廉 好 股市大户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到底什么是清廉 好 两个人到底谁比较清廉 我想今天我们解释 林先生的原因是因为 他过去都在金融业 那他所做的是金融 就是我们说 你可以说是金融游戏 或者金融的赚钱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会很仔细去解释说 到底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做一些觉得 我们在行业里面觉得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坑杀到 所谓的特定的一些投资人 那的确金融 为什么会不断被提出来 因为的确有台湾投资人 在金融这档股票是输很大的 而金融其实坦白讲 做个几代学的公司 我们台湾已经有不错的像去年 所以金融来台湾挂牌 坦白讲 我不太认为 会吸引到投资人 有什么注意的焦点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成长爆发性 这种爆发性都是干原自己说的 事后证明根本是假的 那是回来一件事情 你检视柯文哲 柯文哲是医生 所以检视他 是不是在医术上面 他是不是有创新 很多病人被他 就是得到医治 甚至他自己 所谓的大家称之为 所谓的小金虎 也的确创造许多优秀医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福祉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喜欢讲科尔美兰 其实科尔美兰在博士后 也在这边也有50万的支柱 不过50万这个钱太好了 50万的钱 正好就是当时马英九先生 在他的特资费里面 正好有50万元被抓到 是付他女儿出国刷卡费用 也是50万 所以有一个50万 是马英九先生 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拿特资费里面 其中一部分去支付他女儿的钱 其中的50万是科美兰 在博士后研究 他有些资金需要隆通的时候 跟这个金库做隆通 甚至到结算的时候 这个钱也还清了 而科美医师他现在在新竹 正执行医术 所以可能很多人 很多的医术的结果 就是因为他在当时所学的内容 而现在在新竹行医 我相信很多人到新竹台大医院都会遇到这样的医生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高度的检视连圣文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金融行业 那他做的每件事情 当然就要去看 好 我们稍后用同一把尺继续来量 这个人在权力的运作当中 有人走法律边缘 这个群带关系等等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刚才讲到这个清廉与否 清廉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但是对于连圣文跟连赞家族 大家对他的清廉要求 其实已经变成零 而是你从权贵这个身份 捞到了多少金泉香连结的好处 这是2005年以后 一直到现在十年当中 他的父亲从荣誉主席到大陆 跟胡锦涛政权结合出来一个 两岸的政商的一个大黑箱 然后他的儿子在香港做这个 金卫的做一分十大 又跟大陆的所谓的太子党之间 有这种交叉的这种投资 所引起出来的一些利润的分享 这个才是最严重的 不是因为他是权贵 这两个字的地位或是身份 而是因为他利用权贵 然后所制造燃烧出来的 一个权贵集团的利益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而且这还没有办法 惊起我们的社会上的检验 因为一切都是在被蒙在鼓里 都是黑箱不透明的 至于柯文哲清不清廉 他自己看嘛 那个账户里面有任何一笔钱 进了柯文哲账户 他就贪污嘛 进了任何一笔钱呢 进了就不管是刘如意的 或是他的这个402的 现在402台大医院院长说是干干净净 现在就是一个互助金 也不过咚咚咚就585万 585万 还不到这个联盛文的机位TDR 现在套牢的他自称套牢的800张的 810张的总额 有任何钱 不法的进入了柯文哲的小账户里面 他的小存款账户里面 那就有问题嘛 这就是清廉啊 这就是一个清廉的指标嘛 那你联盛文所碰到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相关问题 你说不说清楚 讲不讲明白 一个国家的机器全部都在护航 一个财政部 一个卫福部 一个教育部 一个监察院 一个立法院 一个国家可以这样搞吗 一个民族体制都已经被完全的崩坏当中 我自己 但别讲说清廉的标准 我自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我刚才要讲那话的是 原因是因为有一本名著叫做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那是著名的经济学校所写的 我是要根据这个话要继续引申下去 但是呢可能被误解了 那我自己再再次声明 我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发展 整个国家整个中国被控制在600个金融家族里面 这是我所反对的 那我是要根据那样说 因为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好的规范 那就会继续容许有很多 看起来是合法的 可是我们可以觉得它可能是 不道德的这个角度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确实是有争议的 我再声明一次 我个人反对资本主义 目前现在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如果要从清廉这样讨论的话 因为它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因为那合法与反资本主义之间 它就有一个鸿沟 没有办法被越过去 而今天台湾全美国都知道 台湾是60个家族说的算数 而香港是6个家族说的算数 全世界的财富是控制在少数的 一趴的人的手上 我们再这样努力下去 当然那个落差会非常大 如果连胜文在这次要把握机会的话 是要彻底的运用它自己的独特的立场 把这个东西反过来 好 这是不是一个借钩者诸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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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